拜登7月21号周日宣布退选 这是他6月26号辩论惨败以后的第24天 这一天并不是他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这位81岁的老人在1972年的圣诞季节的一场车祸当中 失去了妻子、女儿、两个儿子受伤 2015年的时候他的长子担任特拉华州检察长的布老癌去世 当时只有46岁 白发人送黑发人 大家可以想象这种打击的力度 今天的痛苦我想只能排在第三 这是一位不退说非常顽强的倔老头 跟特朗普辩论的表现可以说惨不忍睹 但是他还是跟各种压力抗争了三个多星期 拜登就像一只被打下拳台的操灵的拳击手 脸上挂满了淤青 但是他还是顽强的站起来 对着空气挥舞了拳头 退出怎么讲对拜登来说都是非常艰难的决定 但其实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民主党今年的大选终于可以重新集结 而不是注定会失利来自惨败 美国选民也有了两个八旬老人以外的新的选择 接下来就是谁会从拜登手里接过火炬 拜登本人已经宣布支持副总统哈里斯 克林顿夫妻一批重量级的参议员 众议员还有乔治索罗斯这些大额的捐款者 也都公开表示支持哈里斯 哈里斯也确实是目前这个状况下最合理的选择 他本来在接替总统的第一顺位上 经历过2020年大选的检测 拜登哈里斯竞选团队目前手头掌握着 将近一亿美元的竞选资金 这些资金哈里斯都可以直接的使用 因为他和拜登是在一张选票上 但如果是其他的候选人的话 这笔钱是不能够简单的转给他们的 拜登可以指示他的竞选团队 将资金转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 然后他的竞选团队还必须截清债务 同时还可能需要为那些指定 用于大选的捐款者提供退款的机会 也就是说如果换成其他候选人 至关重要的竞选资金重新分配 会比较麻烦 按照党内初选的规则 尽管拜登宣布支持哈里斯 他在初选当中获得的党代表票数 也不能够直接交给哈里斯 4600多位党代表 这个时候成为未承诺的代表 叫做Uncommitted Delegates 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投票给自己选择的任何候选人 没有义务一定要听拜登的 从制度设计上说呢 哈里斯跟其他可能的候选人需要重新平等的竞争 目前没有表态支持哈里斯的 包括奥巴马 佩罗西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苏默 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 Hakim Jeffries 这个时候呢 就看民主党内的领袖们怎么去展开思考 或者说呢 展开利益的精心的考虑了 自由派媒体毫无疑问是希望民主党立即团结 在哈里斯周围迅速的投入到 对抗特朗普万斯的选战当中去 我想呢大多数民主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 但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传统非常的牢固 南希佩罗西这些呢 可能会觉得还是有个公开的竞争会比较好 给民主党一个公开的表达意见的机会嘛 同时呢民主过程啊 对候选人来说是一个全面的检测 包括智力体力 讲故事的能力 个人作为政治领袖的魅力这些 那对大选的时候你尝试政见啊 争取选民打造完整的个人叙事都是有好处的 民主党内呢有一批适灵的政治明星了 包括加州的州长柳森 英雷的州长J.B. Pritzker 米其根州长Graton Whitmer 还有交通部长Pete Buttigieg 但是呢如果这些人不参选 而是公开支持哈里斯 那么哈里斯的提名之路呢就会很顺利 也就是说如果哈里斯并没有对手 就是不战而胜呢 佩罗西们也不会再有其他意见了 如果确实有哈里斯以外的其他的候选人参与角逐 那一种可能性呢是8月19号开始到22号 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会变得比较热闹 就会变成一个Open Convention开放式的代表大会 正常情况下呢 党代表大会就是本党候选人的加冕典礼 就像特朗普刚刚经历过的一样 民主党原本呢就是大家热热捞捞的聚集在拜登周围 现在情况有变嘛 可能会先有几天激烈的竞争 包括哈里斯在内的几位候选人呢 需要争取各州党代表的支持 明确总统提名人以后呢 才能继续往前 接下来呢还要确定副总统候选人 时间呢其实是非常仓促的 如果民主党真要等到8月底开大会的时候啊 可能太晚了 因为副总统候选人还有一个背景调查的过程 特朗普是有几个月的时间来权衡考虑 最后选择了万斯 挑选副总统搭档的过程 假如出现问题呢也会特别麻烦 民主党历史上呢 其实出过一次大问题 那就是1972年的大选 当时的副总统候选人 是秘书理的参议员Thomas Egotchen 他的精神健康问题啊 到了很晚才发现 他是接受过多次的奠基来治疗抑郁症 当时啊这被看作很严重的问题 Egotchen呢最后是被迫退出 民主党啊值得临阵换降 结果是什么呢 结果是当年的民主党惨败给了尼克松 是兵败如山倒的方式 从两党的运作来说呢 民主党和共和党也都有议事规则 可以设计其他的方案 但是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任的总统离大选这么近的时候 退出 所以呢会有一个党内讨论争论的过程 我们会继续关注 我想是这样的 很快啊应该会有一个共识 就是设计一个机制给予哈里斯一些测试 然后呢尽快让他到位 假如哈里斯出现啊 那么他的副总统可能是谁呢 目前知名度最高的 加州州长柳森和密歇根州长 Graton Whitmer他们已经初步表达过意见了 就是说自己目前州长的工作繁重啊 无意成为副总统候选人 真正的原因呢 可能是他们这两位竞争力比较强的候选人呢 已经将视线放到了四年以后的2008年大选 今年就算了 其他有竞争力的呢 还有伊利诺尔肯塔基 马里兰的几位州长 民主党啊 可能会想着出骑兵啊 就是最终鼓动密歇根的女州长 Graton Whitmer加入哈里斯的竞选 那选票上呢 就是两位女性政府总统都是女性 这个想法呢是比较有趣的 它的来由是什么呢 因为特朗普这次有一点铁血英雄的感觉嘛 所以共和党选战啊 目前雄性激素的水平比较高 民主党呢 用两位女性刚好可以去巧妙的平衡 因为民主党不需要自己挑出男性候选人呢 去跟特朗普拼男子气概 他毕竟啊 是由上帝安排到生死线上走过一趟呢 而且呢表现不错 我估计密歇根州长Graton Whitmer呢 也许会有点兴趣 他领导的密歇根州啊 会是今年选战的重中之重 那么哈里斯有没有希望击败特朗普呢 我觉得他大选的表现吧 应该还是会比拜登稍微好一些 至少啊 他辩论的时候会比较厉害 他是检察官出身嘛 阅读美国总统大选 需要理解独特的选举人制度 简单概括呢 就是说 不管大州还是小州 选票赢多赢少 候选人在一个州 以简单多数取胜以后呢 赢得的是这个州的选举人票 而不是普选的选票本身 选举人票的多少 怎么决定的呢 票数啊 就是这个州的联邦参议员 和联邦众议员人数的合 每个州的联邦参议员 都是两位 众议员呢 是根据人数多少决定的 平均啊 大约七十万居民出一个吧 那有些小州 像怀俄明州 人口才五十多万 那他就只有一个众议员席位 这个州的选举人票呢 就是一个众议员 加上两个参议员 一共是三张选举人票 美国人口第一大州 加州有五十二席众议员 选举人票数呢 就是五十二 加上两个参议员的席位 总共五十四张 Each state receives a particular number of electors based on population size The census is conducted every ten years So every time the census happens States might gain or lose a few electoral votes 这样算下来呢 全美国的选举人票 就是五十个州 四百三十五席众议员 加上一百席参议员 总共是五百三十五张票 额外再加上 首都华盛顿特区的三张 总共是五百三十八张选举人票 过半数就能取胜 那这个门槛就是 两百七十张选举人票 美国总统选举的魔幻数字 就是两百七十张选举人票 战场州为什么特别重要 也就是因为这种独特的选举人 计票制度 比如在人口第一大州 加州 2020年大选 拜登赢了五百万张票 大胜 今年关键的战场州 威斯康辛呢 总共才有三百多万张选票 如果是普选计票的话呢 拜登也许可以在加州这样的人口 大州争取多赢一些 这样就足以弥补在其他小州的差距 比如威斯康辛 但是呢 选举人票制度之下呢 拜登在加州赢五百万张票 跟赢五十万张票 效果是一样的 winner take all 赢家通吃 拜登得到加州全部的五十四张选举人票 计入取胜需要的两百七十票当中 winning just enough states with just enough electoral votes but the losing candidate may have captured large voter margins in the remaining states 那拜登他不需要多赢 赢了就行 特朗普呢 也不需要少输 多输少输 结果是一样的 如此一来的话呢 两党候选人 还会去加州打选战吗 双方都不会去 因为结果几乎百分之百是确定的 怎么民主党都会赢 这样一来 美国总统大选 其实都是聚集在几个双方支持者 最接近的州 这就是战场州 或者摇摆州的由来 States that are teetering between parties are called swing states 今年的战场州原本有七个 从东向西 从北望南 就是宾夕法尼亚 米歇根 威斯康辛 内华达 亚利桑那 佐治亚和北卡罗来了 2020年大选 拜登是赢了这七个州当中的 但是差距都很异小 比如在威斯康辛的 三百多万张选票当中 拜登只赢了两万多张票 0.63个百分点 这么微小的差异 但是已经足够拜登拿到 全部十张的选举人票 因为winner take all 赢家通吃 在亚利桑那州 差异更小 三百多万张选票 拜登只赢了一万来张 0.3个百分点的微小差异 但还是赢家通吃 他可以拿到全部的 十一张选举人票 我不知道我解释清楚 战场州 摇摆州的准确含义没有 就是说呢 双方咬得很紧 差异非常小的州 真可以做到 每一票啊 都很关键 因为 微弱优势取胜的 候选人可以拿到 这个州的 所有选举人票 从之前的民调看呢 特朗普对拜登 是在七个战场州 全面占优 所以呢 选举人票上 拜登如果参选 他会惨败 换成哈里斯以后呢 也许会好一些 我需要等到 哈里斯正式参选 新的民调数据出来以后呢 才能比较靠谱的去分析 目前我能做出的 初步判断是说呢 哈里斯在北方的 三个产业州啊 就是宾夕法尼亚 密歇根和威斯康辛 他很难赢 也就是说呢 大选结果啊 最终应该还是哈里斯输 为什么呢 从2016年希拉里实力 到2020年拜登取胜 对手呢 当然都是特朗普 那决定结果的 一个核心的选民群体 就是最近几十年来 利益受损的 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 白人群体 也就是万斯 乡下人的网格里头 比较精确的描述的群体 我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呢 这个白人工人阶级群体啊 并不是铁板一块 百分之百支持特朗普这样的 不是的 它是相对动态的 会出现飘移 从前呢 更多支持民主党 但是呢 2016年相当一部分转向了共和党 到2020年呢 拜登又略微赢回来了一些 这三个州总共有1300万到1500万张选票 2016年的时候呢 希拉里这三个州都输了 但是呢 总共啊 三个州总共只差不到8万张票 因此呢 他失去了这三个州的总共45张选举人票 输掉了大选 2020年的时候呢 拜登赢了这三个州 总共呢 也就赢了20来万张票 他因此赢下了这三个州的45张选举人票 赢得了大选嘛 所以大家看啊 美国总统大选 1亿5000万张这样规模的选票当中 真正决定结果的动态的选票啊 就是8万张 25万张 2016年大选呢 我去过比西法尼亚 跟白人工人阶层的选民聊天啊 提到希拉里的时候 他们的反应啊 多数都很负面 说的话呢 都不太好听 脸上的表情啊 都不太好看 我问他们会不会投票给希拉里呢 答案是 HELL NO 绝不 我感觉到的是两点 一个呢 是他们对女性做总统 接受程度还不那么高 在他们的职业当中呢 体力的比重高一些 女性呢 未必能够跟男性完全一样去工作 所以呢 他们习惯的环境当中 文化当中 男性还是为主 另外就是希拉里的精英教育背景啊 很难跟这些人产生共情 拜登呢 是工人阶级出身 练的大学也不是常青藤 他是个男性嘛 所以能够产生共情的人 多一些 足够转移几万十万人的选票 让自己取胜 挺微妙的差异啊 可以造成历史性的不同 其中 性别 种族 教育背景这些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影响 那么哈里斯在这个重要的群体里会得到比希拉里更多的知识吗 不会 哈里斯跟公众沟通的能力啊 可能还赶不上希拉里 很难完成那种鼓舞人心的演讲 很难引发特别广泛的共情 希拉里是聪明能干几十年啊 但是呢 他赢得选民喜欢的能力 比他的天才 丈夫 克林顿 那就差太多了 而哈里斯跟希拉里相比呢 希拉里那就显得像是赢得选民喜欢的大师了 另外啊 哈里斯的黑人身份呢 对吸引白人工人阶级的选票 恐怕也不会产生巨大的帮助 我觉得他在这个群体里得到的选票 应该会比希拉里更少一些 只从这个角度看呢 他很难引下这三个州当中的任何一个 但是呢 哈里斯的黑人身份可能带动这三个州 也许还要加上佐治亚州和北卡罗莱纳州 黑人选民的投票热情 那我们就要看正负相抵的结果了 在两极对立的美国社会啊 民主党和共和党目前都有一个重铸灵魂的挑战 但是共和党的位置呢 稍微有利一些 比如像万斯这种脑子比较灵光的 他放弃了从前反民粹的灵魂 转而成为民粹主义者 交换到的是什么呢 是政治生涯的迅猛飞升嘛 法国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啊 曾经提出过 Bremen Left 就是所谓的婆罗门左派的概念 这个概念呢 能够为解释美国民粹的兴起 特朗普持续受部分民众欢迎 提供一些参考 美国最近几十年的状况就是这样啊 处于政治光谱 左翼的民主党 逐渐跟受教育程度比较高 收入也比较高的知识精英和专业人士捆绑到了一块 但是呢 和自己从前代表的相对弱势 教育程度比较低 收入比较低的民众 逐渐失去了联系 由此出现的就是婆罗门左派现象呢 因为婆罗门是印度总性制度当中最高的等级 民主党婆罗门化的结果就是美国中西部产业州的劳工阶层 逐渐的转向右翼的民粹主义 俄亥俄州从前是战场州 现在是稳定的红州 密歇根 威斯康辛 宾夕法尼亚 从前啊 都是南墙州 Blue States 民主党的铁票区 但是呢 最近几轮选举变成了选票 咬得很紧的战场州 所以啊 最近几轮选举循环当中呢 不管民主党换哪个候选人 其实呢 都是胜算略微偏小的一方 共和党啊 一直是种子选手 好呀 各位 今天这个关于拜登退选 哈里斯如何能够接棒的话题呢 就聊到这儿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节目不错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留言 当然了 也特别欢迎加入会员频道 这些都有助于提高这个频道 在油管算法中的权重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